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年前一个家族与此拓恳起家 期待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凉印 这座古厕 百年来屹立在北头一角 向来往行者 诉说地方的故事 清乾隆45年 赖世祖先 由福建省张州府平和县新田里来台 定居于北头石牌 赖世祖先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发展出编制草席贩卖 而后因拥有50多家水田与汉地 转而开设拧迷场 从此赖世族人加到根实形容 我们当初来到这里看到门牌号码 想说为什么是像 而旁边是很宽阔的 然后后来去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才发现 原来这边其实当初是住满了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座 这个赖世古厕 它是一种比较初期型的 就是它只有一个正堂 它甚至没有递进的门厅 那到来它人口稍微增多一点的时候 照说它要做两个厢房 它的厢房呢 照说它应该左边右边各有厢房 但是它也是没有发展成熟 它只有一边有个厢房 而且这个厢房看它的构造 好像还比正堂还算慢 而变成是一个不对称的布局 所以我们这样讲 它是非常早期型的农村住宅 没有商业行为 这栋建筑的话 当年是我妹嫁来的时候 我就跟着它一起过来 以前进出是从这个地方走进来 所以这两棵树就跟它们门绳一样 一进来就看得到了 所以它们那一家来说的话 这两棵树对它们感情是很丰富的 组措建物震生 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是难得的传统闽南市专造建筑物 于2006年登陆为历史建筑 他们毕竟是农家的一个身份背景 所以整个建筑物是特别朴素的 正立面的部分它只有做火库旗 然后火库旗之间有水车土 一般水车土都是我们传统名机 做为表现建筑物的艺术价值 就会做很多的装饰 可是我们的主错并没有 它就一个很素的一个水车土 大一世主错就是用麒理岸石 用很多 一般来讲的话 你如果全部都用麒理岸石盖的话 会很贵 所以它们通常都是下半段用麒理岸 因为比砖坚固 到了这个腰部以上 它就赶快换成红砖了 有一个书画叫半厅红 那个厅一半是红色的 那是另外一半不是红色 有这个节省材料的作用 赖氏祖措位于北投区福星公园 透过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公司协力进行后续修复 得以重现百年前的样貌 但其周边环境却因悟患心仪 而不复再见 那一家大概三十年前 他们已经大概不做农夫了 农业行为消失的时候 这些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这座古厕在百年岁月里 静静坐立于此 他的存在始终提醒着后人 莫忘祖先的得责 莫忘自己的根源 据我所知道就是说 像这个地方是池塘的镇深 那他们通常如果在拜拜的时候 逢年祭祖的时候都会在这里 但平常如果生活起居 在吃饭或者聊天看电视的话 都是在隔壁那个护隆的地方 幼护隆的地方 像賴家他们也有来这边 然后他们人也都很客气 也是很开心说 这个房子可以被老房子无外运动 因为这样能够保留下来 而且可以再活化再利用 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 看到那个星田那两个字的时候 我被制作建筑物所深深的感动 我就那时候心里就有个画面 说我来到这里交叉 已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对賴氏祖塘的期许 也是希望说未来 有更多人来到这个空间 然后真的能够来这里 悠游在心中的一亩天 我的创作题材 都是绕着文史在走的 当时我媚婿他们家的这个祖塘 我觉得它是上百年的一个历史 我会用我的绘画的方式 把它永远留存在我的画面里 所有的故事都要在这个房子里面 把它呈得出来 所以我说它任重道远 曾经它是家族的守护者 收录着历史记忆及地方文力 而未来这座古厕 将作为人们的日常风景 款待每位过客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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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